而另外一方面民企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农舍风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昨天有媒体报道洪恒珠去高雄看豪宅引起的争议 不过今天包括苏嘉全本人还有昨天带队看画的画家邱绪冲都出面反驳 澄清洪恒珠只是去跟画社成员看画展根本没有跟建商接触 他们抗议媒体报道不公 指着照片痛批媒体报道不公 这位苏嘉全妻子洪恒珠的画家老师越讲越气 出面召开记者会讨公道 会这么生气是因为这家电子媒体报道洪恒珠在15号下午 前往高雄京城建设与企业家和贵妇们参观豪宅 艺术欣赏活动是单纯的 系本人以专业艺术工作者受邀 带领画室学员参观艺术品质预展 过程绝无TVBS所报道之业者安排与会VIP参观豪宅之事情 本人要求TVBS应善进查证责任对该不时报道予以澄清更正 陪同出席的还包括其他同行学员不满的情绪通通写在脸上 一整个上午保持低调的苏嘉全到台北参加造势活动时也忍不住开跑 媒体在报道这个应该先查证 他是去看画展而且是跟同班的学画的人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红横珠的画家老师和苏嘉全双双出面反驳媒体报道 就是不让谣言继续散播 媒体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TVBS的记者独家捕捉到苏嘉全的太太红横珠 在他们的家中包括农舍还有铁皮不为鉴问题 炒得正厉害的时候 是在昨天下午出席了在高雄市的豪宅建案 而这场建案是号称跟艺术结合 欣赏价值千万的名画 不过对于这个这样子声称是带红横珠去参观画作的画家 邱续聪今天特别出来做了一些澄清 他说了些什么 我们请记者跟大家来做一个最新的说明 是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昨天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的夫人红横珠 疑似到豪宅来欣赏千万画作 那么今天一位自称是带红横珠去参观画展的画家 邱续聪是出面的来澄清 还请来当天一同参展的学生家长来出面作证 我们来听听稍找之前家长的说法 真的艺术不分南北 真的也不要说因为我们是南部人就不能看艺术 我们去南部我们去看就是非富即贵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对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那我真的诚恳的呼吁 艺术是不分蓝绿 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 因为那天我看到疏忽人 那么这位画家邱续聪是在屏东开设一个画廊 他自称当时这个红横珠是向他学画 而他当天他也拿出了这个邀请函来出事 来表示说当天是由这个邀请函邀请了八位学员 一同到高雄的豪宅去参观这个展览 那么只是纯属这个是户外教学活动 而并非是去参观豪宅 也请来了这个前辈的画坛作家呢 来出面作证 特地召开这个记者会来以示清白 好的那么以上现在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焦点民进党副总的参选 苏嘉全的夫人红横珠 可能觉得自己立志气壮 今天他出席了高雄豪杰建商所举办的活动 在农舍的风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敏感时刻 红横珠才被爆料 他名价有一栋违建的铁皮屋 但是呢开了香竹店的铁皮屋呢 凌晨漏野清空 拆个金光以后呢 下午红横珠 他参加了知名建商所举办的豪宅艺术品的展示 虽然他不肯多说 但是呢强调很开心出席这个活动 只是呢如此不避嫌参加豪华的排场 再度呢又引发了新的争议 请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服务周到的接待 因为这场国际艺术展的御展 选在豪宅举办 包括大使张大迁朱德群等人的画作 40幅价值高达上亿 只招待妾家及贵妇等VIP 当中赫然出现深陷农社豪宅风暴的 苏家权夫人红横珠 我只能买版画 那天才看到那个朱德群的 哇一样才四十五百的美金 提起画作行情 夫人似乎很内行 但被问及 名下土地违法盖铁皮屋 工人开乡竹店一试 他却很低调 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 必谈土地防射风暴 他只想对先生说 老公加油 加油 事实上除了参观画作之外 御展也等于是建物的促销 业者特别安排与会的VIP 参观豪宅 这次邀请来的都是非富极贵的VIP级的 豪华的大厅 宽敞的厨房 奢华的卧室 专属的更衣室 还有游泳池 健身房 标榜一户少则2000万 贵一点的要价6000万 苏家身陷豪宅风暴 却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出席这场结合了艺术与豪宅的盛会 难道真的对先生的选情 那么有信心吗 TBS新闻 赵丽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